这个里面其实还蛮容易的 第几位 但是在Python里面的话 你就要自己去写程式 所以我在云端上有跟各位讲 这边的话至少会有三种方法可以完成 所以在云端第二单元 第一个是Round 第二个的话是Person 第三个就是用Format 不过这种Person的方法 比较像以前写Java 写C++ 大家都会有这种Person 但是这个方法慢慢 Python不建议了 他比较建议用Format 所以我们就干脆后面只要讲到格式的话 我们就用Format来做 那Format要怎么做 而且Format很重要 为什么一直强调 因为后面很多地方都一定会用到它 如果你不会用到它的话 那你很多地方 你的那个资料呈现就会很麻烦 那我来讲一下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呢 我希望能够怎么样 能够在这边 刚刚是用Round 可是我今天不要Round的话 假设我把Round的Delete掉 这边也Delete掉 把它恢复成原状 这个时候就会小数点 可是如果我不要小数点的话 我该怎么做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放BMI的位置 请注意哦 一你要先在那个你要格式的地方怎么样 先放个大瓜糊 所以我它放的位置一定是在冒号后面这些东西 就是你要输出那个到小镇第二个那些数字 到那个放行这边 所以记得它的规则是 第一个先放大瓜糊 请你把大瓜糊里面放一个 移到中间放个冒号 OK它一定会有这些东西 大瓜糊冒号 然后后面的话请你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 请你输入点2F 小F 点2F是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顾名师 点1F就第一位 OK看你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F的话指的是幅点 就是小数点 当然如果顾名师 以后如果你是整数的话 那就第一 如果文字的话就S 如果你不确定什么东西 你就放个大瓜糊就好了 这样也可以 OK 我们现在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大瓜糊冒号 点2F 接下来的话请你在这个字串 的结尾 结尾的话在这里来嘛 双语号 打一个什么点 format 就是针对这个字串里面呢 大瓜糊那个部分做格式化 那你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点format 打一个format 然后呢 小瓜糊给它 后面的话 你需要带什么呢 就是把那个你要放的资料 那个资料叫什么 就BMI 放在瓜糊里面 那它其实结果很简单 主要就是把这个BMI 帮你把它丢到大瓜糊里面 然后它就全部呈现出来了 以后如果说你有很多个大瓜糊 你就后面逗点 第一个变数 逗点 第二个变数 逗点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它丢到那个格式里面 所以这个当然目前用一个变数 其实看起来没有很明显 那以后如果你有很多个 你会发现还蛮好用的 OK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就是把那个刚刚run的 改成format 那format的规则 记得 就是大瓜糊 放在字串里面 然后后面加点format 哪一个变数给它 我们来试一下 那这样的话 把它run一下 基本上看一下结果 会不会OK 我一样输入刚刚的那个变数 那个65公斤 然后175 Enter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的结果应该会 跟刚刚run的结果会一样 不过最大不一样的是 BMI里面的值 没有经过run的 它其实没有试舍物 只是表面上看到是 到21.22 如果后面还要小顺 它会帮你保留 它其实没有真正的试舍物 只是表面上格式 帮你改成 这样子的状态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所以这个format的未来 还会遇到蛮多的 那再来 最后呢 请各位回去 再花一点时间 想想 因为我们今天有没有讲到VBA 所以呢 请各位把这个范例 改写成VBA 那会有三个版本 哪三个版本 我demo给大家看 第一个版本呢 就是 直接做什么 跳出一个input box 有没有 然后输入那个 但是你input box要两个 输入两个资料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magic box 有没有 但是你magic box 哇 真的姿态小了 BMI帽 轻入肥胖 这样看起来没有什么feel 所以最好是什么 方法二 从这边读取 有没有 然后直接这边输出 有没有 range B1 range B2 然后输出的话呢 就range的B4跟B5 有没有 BMI跟评语 有没有 这边又过来了 这个应该有印象了 OK 最后的话呢 有一个最后有讲到的表单 不过这个可能要挺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是 这边就按一下它 它启动表单 那一样怎么样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 比如说输入88 enter 175 那最后呢 自动帮我把结果 放在这边来 有没有 就直接把它倒到这边来 这个是表单版本 所以有三个版本 回去 主要是前面两个版本 最后一个版本是 我觉得 可以玩玩看 至于这个 这个做的方法 很简单 其实它原理原则 就是直接把层次写在 这个按钮里面 把层次写在这里就OK了 写的方法的话 基本上 逻辑其实也跟 前面差不多 只是前面这边 我多加了一个防呆的说明 好像 这些程式码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不确定 你们放在云端上 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我也可以再把它贴到云端上面 OK 那至于 刚刚的那个 第一段 第一段这个 BMI OK input box 两个 然后 然后 其他这边我也是用RUN的 OK 那 试一下 那 Range就跟刚刚一样 Range B1 Range B2 然后输出的话 就是输出到 Range B4 B5 其实也差不多 应该是说表单 怎么建议 然后怎么去连结 表单吗 可能应该是说 把它连结到 对 可以啊 就是说将来表单 你也可以 当它输入之后 直接输出到这边 当然 做法 如果你不用下面这个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按确定之后 这边的输出 就把它输出到这边 Range B4 B5 就好 有一个表单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表单 知道做什么样 有一个表单 然后把它连结到 那个程式的地方去 有一个表单连结到哪一个 对对 就是表单把它连结 那个程式 你说这个吗 对啊 就是要有一个表单 然后表单知道说 按了就可以连结 按了就可以连结 因为我们刚才没有做表单 对啦 因为这个表单的做法 可能相对比较 稍微复杂一点点 你可以先试试看 如果有问题的话 下一次可以再提出来问 然后就会先试试看 你把它创建表单 对对对 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你如果要创建表单 就是直接按右键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说 里面基本上 我大概就是由上 由外而内吧 由左到右 由上面 上面这个叫caption 所以你们可以找一下这边有 底下有属性 属性指的就是说 你这个控制项 你要做什么外观上的设定 那底色 比如说我这边是浅 浅黄色 那主要是它的背景颜色 所以这边有一个属性叫bit color bit color是它的背景颜色 那你可以把它颜色变更 它就变成浅黄色 那再来其他这些上面的控制项 上面这边有一个 这个工具箱 有没有 那其实我主要用了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标签 这个前面这些都是标签 就是大A 那这个两个可以输入的 就是A小A小B 这个是文字控制项 OK可以输入的 那底下这两个是不能输入的 不能输入我一样用标签 只是说我把它的bit color 把它改成铁灰色的 用灰色 那最后还多一个就是命令按钮 就是有个按钮 这个按钮拖拉过来 然后也是一样去更改 它上面的包含它的属性 属性里面就包含它上面的字 就caption 然后还有字的大小 字大小的话基本上这个 过来的话这边有caption改一下 那字的大小就是font 这边有个小按钮按下去 我把这个字改成16 然后还有它的前面的颜色 就fold color fold color就是它前面的颜色 最后把程式就写在这里 所以你把它点两下 它程式就可以写在 当这个commend button 被点击的时候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它这个有个事件驱动的概念 按一下它 就是做这些事 OK那回去的话 有兴趣的东西可以自己玩玩看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许下一次上课的话 再提出来讨论也OK 当然呢 在VBA里面好处就是 它已经几乎把你需要的功能 全套都已经给你了 但是在python里面的话 它其实很多功能 你要做到像这样 恐怕还要在做很多的事情 你才有办法 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两边环境 都可以互相比对 以后的话 尽量你两边环境都熟 然后你也可以 看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OK 因为今天第一次上课 所以也许先试个水温吧 那这样的上课方式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还是会不会太快还是太慢 因为我们这三分天下 有程度好的 有程度比较入门的 也有程度中间的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上课 因为有时候它上太快 入门就哀叫了 那上太慢呢 可能进阶的 它很厉害的 可能就觉得 老师你讲的我都会了 所以我就取一个平衡点 另外的话 我也把影片录下来 所以你程度比较不好的 也不能讲不好 程度比较需要加强 你就是自己在找时间 OK 哈维云端上面有答案 自己再看一下 另外我们这本用书 你可以自己翻一翻 不过我跟各位讲 我教的方法都跟它不太一样 OK 因为我讲过 我比较喜欢用 我自己去程式都是自己写的 每一行每一行都是自己写过 你就会比较有感觉 OK 不然的话你就call别人的 就没有feel了 你就觉得 我这 我这 这 这到底 因为那是别人的想法 OK 所以尽量 即便你用我的东西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模式去思考 OK 不然今天先到 因为今天早上 有delay一下 我 原则表定是到四点 OK 那不然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然后下一次好像是就改 改 改十点到五点 OK 好 今天就先到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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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